山西宴徐良 当众宣布了八卦四项金灯镇的事 一下引起了公愤 屋里的人也好 院里的人也好 大家就开了锅了 恨不能把吴圣渝和金灯大剑下随梁撕成碎片 尤其对吴圣渝和不满 谁也没料到 这么高身份的吴圣人居然说话不算数 还要摆一座镇独斗输赢 因此很多人提 马上就率队出发 房树安站到凳子上 把两只手晃动 一个劲儿超超 嗯嗯嗯 中卫中卫敬一敬 老少爷们咱敬一敬 烂枪汤怎么能行呢 哎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咱们得找出个头头来 就这么五七八糟的 慢说破阵 什么也破不了 大家一听房树安说的有道理 因此一致推语 让徐良分兵派将 您看这徐良不简单 前者在三仙岛大破七星楼 那都是徐良的安排 没有这么个人张罗着 人再多也发挥不出力量来 徐良一听也不便推辞 势在紧急 客气也没用了 老星跟白俊瑞 哥两个商量再三 心里头有了谱了 徐良往当中一站 冲周围一抱拳 各位老呛呗 叔叔大爷弟兄们 既然大家叫我方兵派将 那我也不便推辞 方才跟我老兄弟 我们商量了一番 现在我就宣布一下 有对或者不对的地方 大家多包涵 哪一点不合适 咱们还可以改动 雪珠连就说 孩子 甭客气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就分派吧 我想大伙也不能挑截 好了 徐良看看众人 当时宣布 打八卦四项金灯镇 得分东西南北四路 这四路 人马分布如下 郑东方 由白云瑞带队 帅领着 白春 白云生 长发道 雪珠连 霹雷匡风水上 福州 诸葛渊英 镇北海 鄂面昏仑守 上官峰 飞飞上任 诸葛随 古墓 大剑 邹瑞 邹化昌 他们为东路 这西路呢 由徐良领着 带着西部大头鬼 房书安 多避童子方宝 挥谢童子方宽 万年古佛 王源 还有茅山二圣 大爷红飞 二爷哈坤 他们这是西路 打南路的 由藩江淑 蒋平 率领队伍 他这一支队伍 都是和尚队 带的是少林八的名僧 有牛转千坤 木兰师方 欧阳中慧 童金刚 铁罗汉 磨成 大理佛 欧阳谱中 封僧 罪 菩提 凌空 长老 还有 玄都 大法师 通天 罗汉 千华 罗汉 滇池 罗汉 还有 圣首 秀式 风渊 攻打 北路的 由 钟林 和刘世杰 带队 跟着他们的 有 陶路 陶福安 金谷 其人 柳木 柳老 剑客 寒江 孤雁 上云 凤 以子 峨 美 马 凤 孤 可以说 这四队人马 力量上搭配的相差无几 你要说绝对平等 不可能 有的稍微硬点 有的稍微软着一点 另外 徐良 把北辖子瞻拨欧阳春 一目辽然僧 金贝罗汉武身 西方老鸢阳 功也寿长 余文长庚 红文女剑客 司马真 五元公 神中元等人 这一路 为四路 皆应使 哪一路 受了损失 由这些人 给补充 哪一路 力量薄弱 由他们 给帮忙 这马杰殿 还得留下看家的 让南辖 展兄妃 东方辖 智化 西方 剑客 下预期 闭目 金经 佛江天达 在家看家 另外还护理 白衣神童 小剑模 白衣子 白衣子一听 破证 没有自己 可把他急坏 三番五次 找徐良和白云瑞 为什么不带着我 老人家 您忘了 您的伤还没有好 我看您不必着急 还是在店中 好好地休息 另外 今天晚上去破阵 不一定就成功 那要成功了呢 岂不更好 连您也高兴 要不成功 还要下一次 等您的伤好了 再参加 也不为吃饭 白云瑞也劝 是说 您就别争了 如果人手不够 讲说不起 您不去 我们也不打击 您看这么多人 都分派不过来 您又何必非 参加不可呢 经过大家一阵苦劝 白老白义子 这才点头啊 说到这 咱要补诉几句 原来 北辖欧阳春 南辖展兄妃 贺妖湖志华等人 都留在开封府 让他们看家 什么时候来的呢 昨天晚上 因为最近几天 包的人 查办山西的事情 结束了 已经平安 回到开封 包厢也到了 开封府一看 大多数的人都不在 问展兄妃 怎么回事 南辖 就把事情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包的人纳闷 既然这样 家里边 还留这么多人 干什么 展兄妃一笑 家里不留人 恐怕责任 趁机到开封捣乱 我们保护 向爷的安全 包的人一笑 不必了 这是天子脚下 有军队在这 护卫 估计不会出事 即使出事 也抢说不了 前敌正在用人之计 哪能把诸位 留到开封呢 你们应当 马上起身 赶奔东海小鹏来 所以众人 才离开开封府 在走的时候 皇上听着信了 斯蒂仁宗 觉着对不起 徐良和白玉瑞 大伙又在前提卖命 得有所表示 因此 因此 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 送了不少未老品 大家这才来到马届店 咱们闲言少叙 徐良分派完了 问大伙怎么样 众人点点头 可以 安排的不错 但是徐良宣布 八个四项金灯阵 在东北方向 离咱们脚下 能有三十里 因此 咱不要求一致 大家 各按自己的队伍 按自己的人 你们随便起身 明天 开始正式攻打 四项金灯阵 因为什么 今天不算十天之内 得明天开始 这么多的人 咱们要住个的都交代清楚 不可能 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 咱们单说 攻打四项金灯阵 这西路人马 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领的这伙人 老少爷 骑个 收拾好的东西 跟众人告辞 骑身 他们先走了 到了八卦山的西面 先找了片树林营山 房树安带着水葫芦 带着吃河 几个人是席地而坐 一边吃着 一边商量 怎么打这座镇 王源呢 乐乐 我说 徐良啊 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 这一路上我就发现了 大伙心都没底 就好像他的八卦四项金灯阵 有什么了不起 就好像武圣渝和 夏随良等人 能够呼风唤雨 洒斗成兵 我看纯粹是个屁 什么都怕横 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 咱们旗下活龙棍 杀他个首尾难过 破阵不成问题 另外徐良啊 我向你讨之令啊 破阵的时候 我是前部正印先行官 我打头一战 徐良不同意 不 您跟万年古佛是大将押后阵 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 不不不不 那可不行 你是三军主帅 那还了得吗 我得在前边 万年古佛点了点头 别争了 既然王源乐意打头阵 徐良啊 你就不必跟他计较 其实那活多得很 就这么徐良不整了 白天 大家在树林里的吃饱了东西时 闭目养神 各自想自己的心事 到了晚上掌灯左右 大家才起身 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 就到这参观过一次 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 从西边哪进 怎么走 他就摸都能摸进去 时间不大 进了西边的山口 徐良把声音压低 各位 到了 注意 再往里走 不到八里里 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 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 王源呢 离开这个小队伍 在前面走出有五十步远 当先开路 他们走着要有三里地左右 呼听见 两旁树虫之中呼哨一响 呆啦啦啦啦 呆啦啦啦啦啦 呆啦啦啦啦 呆啦啦啦 呆啦啦啦 anche伙人呆把去路拦住 往源往虎倒退了一步 瞪眼光看 你瞅没瞅的是倆人 上锤手是个出家的老道 正是无焉剑客 庄子亲 下锤首位个老头 正是绝命剑客 叶秋生 这俩小子 是昆仑森过命的好朋友 是金灯大剑夏隋良的 心腹爪牙 没想到他们被派在西边 冤家路窄跟王源碰上的 五阴剑客庄子秦 把掌中的浮沉一晃 冲着王源一乐 忘了剑客 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 怎么 要攻打四项金灯阵吗 正是 好 要破阵不难 你得先会会频道 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 才能进得了大阵 要赢不了 想要进阵势必登天 庄子秦说吧 甩掉外衣晃 双掌 大战 王源 王源也没拉家伙 本来他是使刀的 大刀背着 没动 把破衣服 往上卷了卷 腰带子 勒了勒 晃双掌 大战庄子秦 要说他们两个人 那都是剑客的身份 庄子秦 善达无音场 白云建个吓唬人 就是叫他给打伤的 这小的善于按下毒手 殷损 毒辣不过 王源一边打着 一边心中暗想 今天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逃走 像这种人 打死一个少一个 要想制服鱼盒 要想捉拿下水粮 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 给他拔干净不可 因此王源就使上劲了 二人打斗到六十多个回合 哎呀 王源一看他妈 这个小的够厉害的 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 还赢不了他 给他点便宜吧 他一贪了便宜 他就得吃亏了 王源故意的卖了个破诈 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 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了 上盘就俩肩膀脑袋 庄子秦你看 有机可乘 啊王源 你也有舒服的时候 太好了 我这无音掌 我击碎你这头颅 利皮花山一掌就下来了 哪知道王源粗中有戏 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 一看他果然中的忌了 王源心中高兴啊 哎 双手交叉 这一招叫金龙双胶剪 把庄子秦的腕子给揪住了 你想王源那是什么手 跟十把钢钩相似 抓住他就不撒手了 王源攒足了平生的力量 哎 干什么呢 把庄子秦给轮起来了 这庄子秦倒了没了 想收掌收不回去了 他的力量不低王源大呀 让王源轮了他五六圈 朗尔朗不定一撒手 喊 蹨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 现在五音健科庄子秦 已不能自控 说提气来不及了 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 撞了个万朵桃花开 是死于非命 正这时候 房淑安 徐良他们也到了 大脑的看 哎哟 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 又一想 别疏忽大意 别等我们走了 他再还过这口气了 没死 那可就留下祸害了 因此房淑安 拎着小片刀过来了 仔细的检查检查 不管死没死 咳咳咳 又给补了三刀 这回庄子清彻底死定了 房淑安还吹呢 起来 不服劲跟方爷比一比 究竟咱俩谁弄得大 大伙一听这个泄气 都死了 你还吹什么呢 就在这时 绝命借个夜秋声 咬咬嗨嗓子 奔王源就扑上来 王源 拿命来 接掌 接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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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王源站在一处 王源打他 不费劲 心平气和晃动双掌 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片 王源使了一招 就顺风扯大气 哎 左脚 一挂夜秋声的后脚跟 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 哈 把夜秋声这条腿迎面骨给蹬舌了 啊 夜秋声阳面朝天摔倒在地 还没等他起来呢 徐良就跳起了 手起刀落 把人头砍下 这两个人一死 手下那些爪牙们 哪敢再打呀 哇 廖觉的往山里跑 王源思是大呼的乐 那是眉飞色呼 哈哈哈哈 梁大 怎么样 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 你还不信 闹了半天 全都是酒囊 饭袋 压马的肉蹲 随我来 就这样 他们闯进八卦四项金灯镇 又走了一程 王源抬头一看 正中央有一座高台 这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 索性 那些小老道四散奔逃 没人竹拦 徐良来到台下 往周围看了看 老人家 白银剑客下火中 就在上边锁着呢 是吧 要既然如此 咱们登台 您登呢 登呢 我这台子多缺德 连个梯子都没有 你们能登台了 但我怎么办 放宽放宝也傻眼了 戏呀 我们哥俩也向不去 徐良经过研究之后 一想算 你们仨也就在底等着 你们跟着没用 就这样呢 徐良把放宽放宝给留得下头 就是王源万年古佛 洪飞 哈昆 这几个人登台 人家上台不费劲 老方一想 谁让咱没能呢 在底下等着等着吧 他们要上去 把白银剑客救了 也是不错的 但说这五个人 舌尖顶上牙腾 一提气 蹿上昆仑绝命台 他们刚登到台上 九头神雕继承达 樱面就扑过来了 无量偏尊 徐良 你们赶上五星昆仑绝命台 召见 老心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了 老心一踩手 就是一支镖 也该着徐良露脸 这门城墙都挡不住啊 这一支镖 正好打得九头神雕 耳朵眼上 噗 这下给捅了个窟窿 把继承达疼得啊 我这一嗓子 蹦起来多高 一脚灯空 脑瓜朝下 从台上摔下来 三丈六尺高的台 那摔的地还好得了吗 啪啪这下 把脑袋就撞扁了 不过继承达还没死定 手抛脚灯 方说 你看 呃呃呃呆 呆着还捡个漏啊 快点上 带着方宽 方宝 望上一床 其吃不吃 把这个继承达是剁成肉泥 方说 安就问 还有没有 有掉下来的 我在这接着 他捡个便宜可乐坏 继承达这一十足落台 小老道四散奔逃 这么大的五星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 但是周围呢 点着不少灯 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 白云大剑下猴人就在椅子上捆着呢 王源呢 扎着大手就过来了 老剑客 您受惊了 我等一不来迟 当面恕罪 我们来救你来了 大家全围容过来 白云剑客 下后人是不住的点头啊 哎呀 我多谢各位 王源看了看 白云剑客这个身上 左一道右一道 拿锁链锁着 他伸手把这锁链抄起来 哎 意思像给拽折了 但这锁链真结实 王源连叫了三回劲 没拽动 后来王源一伸手 把宝刀拽出来 我老剑客别害怕啊 我用刀把锁链剁舌 然后我好救你